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要看的经文记载在历代字上的第十八章 我用新一本圣经读十二节到十七节经文这样说 姚比塞在严谷杀了一万八千以东人 他在以东各地驻扎军队 当地基民都归姓大卫王 上族使大卫所向无敌处处得胜 大卫统治全以色列对人民秉公行义 许卢雅的儿子耶鸦做元帅 亚西利的儿子耶沙伐做使官 亚西徒的儿子撒都 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 西来亚做王室书记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亚做大卫的侍卫长 大卫的儿子们在王左右担任要职 圣经历代字上的第十八章到二十章 细数着大卫在军事上的成就 和内政上的作为 如果我们参考其他的圣经的史料 我们就必须要去查考 撒木尔记下的第八章来相互的参考 历代字上可以说是一个 以色列战役的缩时记录本 历代字上的第十八章就两次提到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提到大卫的战役 可谓是所向披靡 战无不胜 耶和华上帝使大卫得胜 特别是大卫将他的战利品 都奉献到耶和华的面前 并且分别为胜 按照耶稣亚所吩咐的规矩 将君子 银子跟铜铁的器皿 都要归耶和华为胜 而这些战利品都是为着异备 兴建圣殿用的 要系属大卫的丰功伟业 以及他的灵性的成就或者是改变 着此是我们应该要去仿效的 就大卫本身他是以敬拜上帝 为唯一的中心 他将眼光定睛在上帝的身上 也因此对政治世界的诠释 有着一个非常稳定的判断标准 就是以耶和华的主权为依归 大卫是个战士 但知道要仰赖神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 早年他杀死菲利士人 这个巨人哥利亚的时候 就曾经宣告说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 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所以他不敢自私 他是如何的小勇善战 领导勇方 或者是指挥得以 而是完全地将荣耀归给神 当然一般来说 战争是要将自己的政治意志 加注于在别人的身上 但是属于神的领袖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战争 而是为了叫神的子民安定蒙福 所以战争不只是大卫的目的 还包含了上帝的国度的实现 百姓相信得以蒙福 所以圣经记载说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并攻行义 大卫知人善用 知道使用什么样的人才干 要放在对的位置上 才能够发挥他的所长以及效用 这是神所拣贤的领袖 这是和神心意的王 去年2016年的5月20号 台湾首任的女总统蔡英文女士 就任的时候 说出了当前台湾所面临的问题 国家的定位不明 提到年金的制度 以及如果不改善的话 它就会破产等等 还有所谓的僵化的教育制度 经济缺乏 人口结构的急速老化 长照体系 还要重新再做建制 年轻人处于低薪的处境等等 又在2016年的8月1日 代表政府向原住民族请来道歉 对原住民的土地 以言以及原住民族 对自身事物的 失去了它自觉的能力 失去了它自觉的权力 传统社会的组织瓦解 民族集体权力不被承认等等 总统虽然向所有原住民同胞道歉 可是突然又在今年的 2月18日又公布了 援助民族土地或部落范围土地 划设办法 这样的一个办法当中 却造成了极大的争议 在座的各位 这些重要的国家治理方针 都必须要去逐一地去解决 当然更需要适合的人来担任 免得照旧游的制度 旧游的官僚态度 这些只是只占其位 不谋其政的 都会招来所谓的 失为素餐的批评 所以为政者 必须给予百姓最大的利益 成为当作是一个目标 进入我们所读的经文 给予我们信仰的行动 在日常生活当中 征战得胜 这些并不在于我们的意志力 我们的阶段力 我们的防护力 我们的行动力 单单在于上帝的同在 以及他为我们征战的结果 即使如此 我们观看现今的社会处境 不论是小组 或是教会的小组 或是生命的牧养 福音的外展行动 会议的行政节奏 信息的教导建造 其实没有一件事情 是能够因为是口才 恩赐而得以成就 反而必须在任何教会的服事上 站站进进城前上帝所托付的 所有的得胜都要指向耶和华 也唯有因为耶和华 我们才能够成就上帝的国度 在地如在天一样 愿上帝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就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 地上 我们在地上 有限量都要用 还是严重的 在地上 和地上 我们在地上 求我们 叙开 我们应该 在地上 我们癫 我们在地上 舞台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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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